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不知道你說什麼 驚不驚人 就是看著看著看著鏡子 James Webb看到一個問號出來 是的 有照片看到的 台長可以找出來 在那個天空上面 當然了 這個見到一個問號這樣的符號 於是就令到我們心中留下一個很大的問號 這個問號代表的是什麼是怎麼來的呢? 其實在那個James Webb 或者任何其他天文望遠鏡做的觀測 見到一些古怪扭曲形狀是不奇怪的 因為越遠的時候 我們見到那些重力透鏡效應就會很強 但是重力透鏡通常是將一些東西變形、屈曲 就是你可以將一塊泥膠搓圓禁扁的形狀 你看到好像有筆劃的東西 好像一個問號一樣 打完那個彎著有一點的東西 就似乎更加奇怪些了 那這裡究竟原因是什麼呢? 那暫時還不是很清楚知道了 那究竟這件事本身是多遠 對應的是什麼的星系、什麼的結果呢? 那純粹大家就用一張天文圖片 打了一個問號給你 這樣就算了 如果你要我個人去猜 可能最有趣的 我自己已經覺得一種夠有趣的結果就是什麼呢? 就是可能都是有一顆星 或者一個星系 它有東西噴出來 噴出來的其中一條Jet 一條噴射流 就好像你可以想像打蝴蝶結一個絲帶 其中一個就拋了 擠了一個Jet出來 但是它擠得夠遠的時候 有些就會欺疏了、熄滅了 那你會發覺這個蝴蝶結可能是崩了一塊的時候 就變成了一個問號的圖案 會不會是這樣呢? 或者其它是遮住了呢? 那這個暫時就不知道了 那純粹就是覺得有些有趣的東西可以看到的原因而已 但是這個是從那個橫言率的各國內體 是很少的可能性 但是那個原則這麼大 什麼都可能發生了 就是它這麼多的可能性出現的話 是的 似乎那個偶然性就會大一點 就是通常你遇到噴流噴得足夠遠 而遠得來它也都不冷卻得切 那還有很多的光 有些光就消滅了 有些光燒不光 那才會看到這麼古怪的圖案 否則你看到大部分天文上拍到的東西 那就是那些船窩狀的東西 一粒粒的東西 一粒粒的東西 或者屈曲的就是把原本一粒粒的東西拉到 變成拉長一條的東西 那有時候我們都看到那個啞鈴狀的東西 就是向兩邊噴的 那這些這麼不對稱 就是又沒有旋轉對稱 又沒有左右對稱 好像一個問號那樣的東西 是少見的 但是我們只不過可能少見多怪 試過有個幸福摩天輪也出現過 那你摩天輪也是一個旋轉對稱的 那你說會不會有些更加奇怪的標點符號走出來呢 那真的不知道 可能遲些看到錦炭號 錦炭號 不奇怪的錦炭號也容易的 都叫左右對稱的東西 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就有些什麼天文學的新聞 值得這節說呢? 是啊 那個問號的東西 我自己都是滿腦的問號 也沒有什麼可以解釋到 除非有進一步的觀察證據 看看那個東西是什麼 那我估計一定有天文學家 願意繼續放時間下去 但是一個我在昨天找到我覺得 挺有趣的天文學的發現 就是都是關於一些在太陽系以外的其他太陽 其實太陽系以外 你都想像不只是其他的太陽那麼簡單 會有其他的行星 那有一個環節我們是留意的比較少的 就是世界上有沒有存在一些 是介乎於行星和一個發光的行星之間的中介物質的呢? 那其實是有的 而且相信一些都不少的 那麼我們在宇宙裡面 找到重過太陽的東西 要找到的重很多的也都有 但是呢 你都知道就是你要有 你要很大很大顆呢 那個密度和機率又會少一些的了 反而一些比較疏散小顆的東西 好像太陽這些星其實非常之多 那麼另外有些比太陽小的星其實更多 而且他們維持的壽命可以維持得更加長的 因為他們進行核聚變反應的速度很慢的 所以令到他們的東西可以燒得很延綿很久的 那麼會不會有些東西是再小一點 小到就是他們都根本 不是很能夠點著到核聚變反應 但是它就是叫做 重過行星一點 但是又輕過我們的太陽那些發光的行星呢 那麼那些東西呢 我們通常就叫做一些叫Drop 一些叫做矮星的東西 如果他們比較暗的那些 我們叫做Brown Drop 一些叫做啡矮星的這樣的星 那麼可以舉到一些例子的 我們只是在我們的銀河系之中呢 我們也找到不少的例子就是 大約是一個正常的太陽 它就伴隨著呢 就有一顆Brown Drop 一顆比它小很多的孖生弟弟 就圍繞著它很近地去轉 那麼我們看到這些東西的 而由於那顆 和它一起誕生的那顆Brown Drop 這顆小一點的孖生弟弟 它是暗一點的關係 往往不是那麼容易被觀測到的 就往往是要它和其它一顆比較光 又重一點的東西兜著轉的時候 我們才容易些發現到它 那麼如果那些這樣的Brown Drop 它是再小一點 輕一點的時候 其實就更難發現 但是很有趣了 剛剛這個星期就發現了一個 只不過在我們太陽的1400光年以外 那就是說那種距離 其實都是在我們的銀河是很近的距離 就找到一顆這樣的Brown Drop 一顆這樣的啡矮星 它的質量只不過是比起我們的木星 是重幾十倍的 你要想一下 我們的地球和我們的太陽 那個重量是差了百萬倍這樣的級數 不夠一百萬 但是幾乎是百萬倍的級數 那麼這個木星呢 就介乎於地球和太陽之間的質量 那麼可能都是比我們重上千倍 那麼於是這個木星本身自己呢 又是比太陽來講呢 輕千倍萬倍的 那麼現在呢 這個這樣的啡矮星呢 它是一樣呢 只不過是比木星重幾十倍的東西 那麼你可以想像 它是真的比我們的太陽 比我們的太陽小很多很多的 那麼一個最特別的是什麼 那麼你找到一顆小過太陽很多的東西 那麼它比木星重很多 那麼那麼那麼厲害呢 那麼那麼厲害呢 那麼厲害的位置就是什麼呢 它的表面溫度比太陽還要熱 那麼這樣就很奇怪了 我們的太陽表面溫度是六千度左右 那麼當然太陽的核心溫度是高很多的 是要上億度的 那麼因為有這樣的上億度的溫度 太陽的核心呢 是很輕而易舉地進行很多的核聚變反應 於是乎太陽就可以維持著一個穩定的狀態發光發熱 那麼如果那顆星本身物質不夠 好似這些這樣的木星和這些啡藝星的情況的話 它裡面怎樣塔縮縮成多小顆都好呢 它裡面的中心溫度呢 就不足以去點著這個核聚變反應 或者就算有的話 只是很微小很微小 小到微不足到 但是今次這顆很有趣啊 它就是一顆只不過比木星重大約 可能是三十倍左右的東西 但是它的表面溫度呢 是說著呢 比起太陽呢 都還要高多兩千度 如果說表面溫度 那麼而我們幾乎肯定 就是這顆東西本身的核心溫度 就一定是低過太陽很多的了 但是它竟然的表面溫度可以高過太陽 那所以呢 就是目前為止 我們發現過叫做第一個這樣的例子 那這裡來講呢 就變成了對於那些研究天文和天體物理的人 就多了一個新的研究對象了 那為什麼會出現一個這樣的情況呢 那這裡呢 其實就有很多的猜測可以做的 有人就說 會不會它的成份是天賦異品呢 就令到它呢 是特別幫我們容易進行到核聚變反應的呢 那這個會是其中之一啦 那另外就是 很多時候 不關核聚變的事 你就算地球自己 它呢 有一部分地球自己本身那個地殼裡面的活動呢 為什麼可以頑張維持著它一個比較活躍的程度呢 就是來自它們自己本身那些比較重的那些有元素 就是那些核元素在那裡 就是那些分裂的核元素 重的核元素在那裡 那這些核元素它自己分裂 就好像裡面自己有個核反應堆那樣 在那裡加熱了整個的岩漿 會不會 就是由這裡來講 比較簡單一點去想就是 會不會這一顆這樣的brown drop 它自己本身的成份就是天賦異品 所以它特別多這個發熱的機制 所以它就算沒有能力進行很有效的核聚變反應都好 它的表面溫度 反而可以維持著一個比較高的溫度呢 這樣 不過就是這樣 其中一種猜測來的 我們有沒有足夠的數據來證實呢 又不知道 當然最有趣的就是說 會不會就是不需要這些額外的元素 純粹這個東西都是一堆輕來的 它自己都有一些我們不認識的機制 令它更容易在它這個系統裡面 點著了一些核聚變反應 或者令到那些熱更加有效地傳遞到它表面那裡呢 這樣東西呢 又是要去做一些模型測試才知道 但是現在這個這樣的物體 我們分類究竟它是planet還是star 我們就直接叫做drove 真的叫做drove 它不是一個star 但是它只不過是比普通的行星 叫做重多少少的意思 其實呢 在很多其它的太陽系裡面呢 我們都會見過一些比這個的矮星 更加重的一些的矮星的 那它們就會呢 通常就會圍繞著它們自己的太陽 更加近的來去轉 然後就是它們就很容易去受到那個 就是太陽 自己本身的太陽的輻射去影響 那在這裡很有趣的 這個矮星 如果它自己 它不是跟其它的發光的星伴隨著一起去生存 是自己一顆 是自己在那裡假裝太陽的時候呢 那它不是假裝不了的 因為它自己本身的表面溫度有成八千度 而在它周圍會圍繞著它轉移 相信也會接近很重要 那出來一個很有趣的客觀結果就是呢 圍繞著它上面轉了一些 你叫它行星號還是叫衛星號呢 其實都還沒想到 但是我們很清楚一件事就是 相信它們那些行星或者衛星上面的大氣呢 是很容易被打走了吹走了 因為現在呢 它這個溫度是八千度 它發出來那個光的光譜呢 就更加傾向容易有成份更加高的紫外線在那裡 那就更加容易令到呢 一些圍繞著它很近 就是很近轉的那些東西呢 上面的大氣就會被吹走了 打走了 被蒸發走了 那在這裡來講呢 我想進一步的研究價值就是 就是我們除了了解這個星自己本身的熱平衡之外呢 就會看一下就是周圍會不會有些東西圍繞著去轉呢 甚至乎就是希望透過了解這些星體的時候 會不會更加容易幫助我們了解到 我們自己木星或者土星的內部呢 就要等到未來的研究才知道了 那它這個這樣的發光 就是我們進一條數據會發多久的光動 跟著多久就會熄滅呢 那這裡就暫時都不是很清楚 你說如果一個正常用核聚變反應來發光發熱的星呢 我們是比較有辦法透過量去那個光譜 沒有來知道它的年齡大約走到哪一個階段 但是現在這個不湯不水的 它是究竟形成一個比較年輕的階段 還是老的階段呢 那暫時我看那個技術資料 我還沒有很找到 我還在找著 那它會是屬於年輕一些還是年老一些 會不會有另外一套方法來證實呢 那暫時在這裡就沒有什麼資訊給大家 但是它是找什麼燒的?它是找氫氣燒還是找什麼燒的? 那現在都是不知道 現在我們看到的東西呢 只是表面那一陣子 我們只是由它的表面發出來的光的光譜 我們知道它是8000度 還有大約知道它的成份會有什麼 因為由光譜裡面的光譜線 我們知道它表面那陣大氣有什麼 它裡面實際上燒什麼呢 我們沒有辦法知道的 那譬如說它裡面會不會有很多有二三五在這裡 所以是靠個核分裂來去撐住的 就是它差不多是一個核彈來的了 這樣說 那會不會這樣?不知道 但是這個叫陳志弘假說來的 但是會不會裡面是有 原來都是有很多的核聚變反應在這裡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我就覺得它更加驚訝了 這個很奇怪 就是說它很光 但是我們看下去我們不知道它為什麼會光 可能它一直在放核彈 所以它發光 或者可能裡面有氫氣在這裡 導致它會有核聚變這樣 是的 是的 現在我們只不過比較傾向肯定的就是 它的核心應該比我們的太陽的核心溫度低 但是竟然它的表面溫度可以比我們的太陽溫度高 好的 我們現在要結束 我們下一次再回來 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鈴鐺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